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将和中将军衔 这三位分别就是陶氏月将军 董奇武将军和陈明仁将军 其中一位上将 两位中将 更为特殊的是 他们之中还有两位将军 曾分别以83岁和9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两位就是陶氏月将军和董奇武将军 是开国上将之中 入党时间最晚的两位将军 一 陶氏月将军陶氏月将军 原名陶继长 1892年8月 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先凤下 为开国57位上将之一 毕业于和北宝定陆军军官学校 是著名的矮国将领 他35岁加入国民党 在军中担任许多要职 曾任国民党第四师军第三师师长 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 第七师师军军长等职 是蒋介石的得力战将之一 北伐战争史 七 陶氏月将军因有功 被蒋介石晋升为少将军衔 后来因在抗日战争中有功 蒋介石又授予他中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 陶氏月将军任新将军区副司令员 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等职 1955年9月 陶氏月将军备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或一级解放勋章 是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六届全国政辖副主任 1982年9月 经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批准 陶氏月将军已90岁的高龄 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入党时间最晚的开国上将 1988年12月26日 陶氏月将军病逝于湖南长沙 享年97岁 二 陈明仁将军 陈明仁将军 1903年4月7日 出生于湖南省 陵氏南桥镇鸿原村陈嘉岭的一个农民家庭 为开国57位上将之一 黄浦军 孝毕业 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和军事家 第一 二次东征之后 陈明仁加入了国民党 效益于蒋介石 在国民党中历任第八十师副师长 兼第238旅旅长 第七十一军副军长 军长等职 官制兵团司令 被授贤中奖 曾获奖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 金章是昭得良言顺解 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 从人民大众的生命安全 以及和平的角度考虑 陈明仁将军下定决心投靠了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 陈明仁将军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军长 军区副司令员 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55年9月 陈明仁将军 备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获一级解放勋章 是第一 二 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一 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 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4年5月21日 陈明仁将军病 属于北京 享年71岁 三 董奇武将军 董奇武将军 1899年11月27日 出生于山西省河金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文开国57位上将之一 山西兵院军校毕业 他二十岁从军 二十二岁加入国民党 历任国民党第二十八师 第八十九团副团长 第三十五军 第六十八师 二一八履四百三十六团团长 国民党 隋连省政府主席兼隋连省保安司令 西北军政长官 公署副长官等职 曾先后被蒋介石授予少将 中将 上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 董奇武将军任隋连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隋连省人民政府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隋连军区副司令员 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等职 1955年9月 董奇武将军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获一级解放勋章 是第一 二 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一 二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四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 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五 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12月12日 经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批准 83岁的董奇武将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龄从两年前算起 他是入党时间最晚的开国上将之一 仅次于陶石岳将军 1989年3月3日 董奇武将军在北京病逝 享年九十岁 四 吕正操将军 吕正操将军 原名吕正超 1904年1月4日 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唐芒山后村 为开国五十七位上将之一 东北讲武堂毕业 生前曾著有冀中回忆录 吕正操回忆录 论评原游击战争等珍贵历史作品 吕正操将军 十七岁参军 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被分配到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 开始了戎马生涯 历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 营长 第一百一十六师参谋处长 国民革命军五十三军六百九十一团团长等职 1937年5月 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 吕正操将军正式脱离了国民革命军 转头中共 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兼纪中军区司令员 着手创建纪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张学良德之后 曾对表示 必知吕正操自这条路走对了 新中国成立后 吕正操将军任铁道部副部长 代理部长 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 铁道兵政委等职 1955年9月 吕正操将军 备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八 十一届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 任中央军委委员 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9年10月13日 吕正操将军在北京病逝 享年106岁 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 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陈令申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立